台北林先生之後是南港林先生 我們早上是說過公開放資料平台只要加一個字 它就是合情合理 過公國務院資料不開放平台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照國際的一個open definition的開放定義 然後重新寫 去針對國發會提供開放政府的使用規範重新寫的任務 依照這個開放知識的一個定義 那基本上呢 這個成果呢 已經放在Hackpad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那基本上並不複雜 主要就是六個條款 那其實也蠻尊重國發會員來的下構 能與保留我們都保留 然後不能保留的當然就刪了 OK 那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上我們的運作原則是第一個 條款讓它盡量簡單 它第二個就是看私分離 平台的授權跟資料的授權把它分開 那我們現在是用平台的一個規範來管資料的授權 這其實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第三個就是說最後的授權它跟國際的一些 像Trump CC的授權條款 有這個國際的一個融通性 我們先說明一下條款 為什麼要簡單 去年其實已經有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規範的一個版本 這是第六個版本 可是其實討論的一年它還沒有退出 大部分的意見就是因為它裡面的太複雜了 我們講一個例子 Firefox當初因為打不贏IE 所以它就開始open source 這是Nexcape的施展率 後來就變成Firefox 可是一開始他們發覺說 他們開放授權以後其實沒有人寫他們的條款 因為他們有NPL授權條款 大家不了解 所以也沒有志工的參與 所以最後Molita他做一件事情 他其實是把他的程式碼做三場授權 他說我給你GPL 給NPL 給你LGPL 你想要哪個方式 你用哪個方式 然後社群朋友看得懂以後 他才會加入這個專欄 所以第一點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開放政府 大大人這個手段 它重點是以後的資訊發達 資訊分享的發達 這才是目的 所以今天你這個開放政府資料的條款 其實不應該太複雜 應該是清正解副產民計畫創意 那第二個我們這個版本呢 採乾式分離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它是平台使用規範 但是開放授權的東西 當你脫離那個平台以後 其實大家可以自由分流自己修改 所以應該是說這個資料集 或是資料跟著一份授權 而不是說用平台的名義去綁著一份授權 所以更改過的一個明天版本是 台灣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當然有人會說中華民國是我的底線 那你要把它改成中華民國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我也沒有意見 其實基本上我只是仿照UK 它至少 它的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之前有一個UK OK 那最後一個就是授權可相容 這個是可以讓我們解決 跨域跨期相容的問題 就是我想很多國家它還是想要 一個國家名義的定義的授權 但是重點是 開放政府資料 並不是單一國家可以做起來的東西 所以它還是應該要有一個 有融通性的授權轉換條款 那我們看到UK的做法是 它其實在它第二版的開放政府資料 一個授權裡面 它特別想 這段話是什麼 它是說它是跟Open Defamation相容的 就是如果你認為UK的條款不適合你使用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CC4.0來使用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Open Data Commons Attribution 這個授權條款來使用 那這兩個條款呢 UK就認為說 你照這兩個條款的使用方式 來使用這些資料及資料庫 它都是跟UK的授權方式相容的 它從2.0開始做這個調整 3.0現在也是延續有這樣的配置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寫了一個版本更新 跟授權轉換 就是如果台灣政府的開放政府資料授權以後 它可以加這個第二款 就是說本條款與創作CC授權 經營調是4.0國際版本相容 那其實前面訂了很多 後面你真的需要的話 你可以進行轉換 那這也不是我們這邊獨創 所以今天等於說 今天的這個成果呢 我們用CC0來釋出啦 CC0的釋出重點就是說 政府如果想要用的話 可以自己拿去用 那它接下來弄成 以後它自己的一個開放授權的一個版本 那其實也不需要有什麼華麗障礙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最後就是一個呼籲說 今天這個成果呢 已經在Hackpad上面 那會在今天活動相關的網址 大家可以找到 所以如果你對於未來 就是這個版本有什麼改變的話 歡迎隨時上面去提供你的意見 謝謝 嬰兒 恭喜 谢谢大家